大家好,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我是Mini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晚间护肤步骤 经过了一天的繁忙,身心都需要放松一下 首先换上一身舒适的家居服 唇棉或者真丝的材质都能让你更加的轻松 看看有趣的视频或者电视节目,让大脑放松一下 可以吃一些小零食,这样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 让心情更加的愉快 睡觉前皮肤的清洁护理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过程 不用花费额外的时间,就能达到舒缓皮肤、肌肉和神经的作用 第一步当然是从卸妆开始 最近在用的是这款雅诗兰黛的眼部卸妆液 它质地很清爽,不会刺激眼睛 然后我会使用雅样的面部卸妆液对全脸进行卸妆 一大瓶很耐用,价格也不高 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那洗面奶呢,我依然使用的是这款雅诗兰黛的二合一洁面慕斯 它不仅是洗面奶,也可以做清洁面膜来使用 在洗完脸之后,停留两到三分钟 这样子就可以作为一个深层清洁的面膜 它的泡沫很绵密,洗完以后呢,皮肤也不会有紧绷感 作为混油皮,它是我一直非常喜欢使用的一款洁面膏 每周我都会使用一到两次菲利普的洁面刷来对皮肤进行深层的清洁 由于它有自动即时提醒功能,所以不用担心清洁过度的问题 皮肤比较薄,容易出红血丝的朋友 可以使用针对敏感肌的更柔软的刷头 泡的热水澡是很有效的缓解压力的方法 选择自己喜欢的浴盐,会让整个泡澡的过程更加有趣 和很多女生一样,我最爱的就是泡泡浴 泡澡的过程不要超过20公钟,同时要注意补充大量的水分 今天我准备的是这一款含薰衣草的柱棉花草茶 它可以来帮助我提高睡眠质量 敷一片面膜,然后闭上眼睛,听一些舒缓的音乐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放松心情 下一步我会使用身体磨砂膏去除皮肤上多余的角质 阿哈瓦的身体磨砂膏,还有滋润肌肤的功效 特别是手肘和膝盖的部位 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光滑很多 经常使用能变得更加白皙 洗发水和护发素,我一直很爱用的是施华扣的烧马系列 它不含硅油,种类也很多 适合各种发质,各种需要的头发 因为是德国品牌,价格也很实惠 我用的干发毛巾是在淘宝上买的 吸水量很大,我觉得很好用 冬季家里有暖气,我的皮肤会感到有些干燥 所以我每天都会使用这款EOS的身体乳 24小时保湿,让皮肤水润润的 它完全不会有油腻感,很快就会被皮肤吸收 唇部去除死皮,我用完腊时的唇部抹砂膏 它在去死皮的同时还有滋润的功效 最近在使用这款切尔式的夜间修护精油 刚上脸的时候会有一些油腻 但是很快就会被吸收,很好用 清华液我使用的是亚世兰黛的小棕瓶 相信大家对它都已经不陌生了 它的滋润度很高,同时几乎也不会有负担感 用完精华液,我会使用菲利浦洁面美容仪 给它换上滚珠按摩头 为面部皮肤进行按摩和提拉 同时也有帮助精华液吸收的作用 这款欧莱雅的眼霜质地比较轻薄 但滋润度也够,性价比也很高 所以最近我都在使用它 用点按的方式将眼霜塗抹均匀后 我同样也会使用菲利浦的美容仪 来帮助我按摩眼皱的肌肤 这样可以预防细纹和黑眼圈 再搭配使用雅诗兰黛的夜间修复碗霜 保湿滋润效果棒棒的 最后再涂上唇膏 这样一套简单的晚间护肤步骤就完成了 吹头发之前 我会先在半干的头发上涂一些 湿滑扣高的凸臂润发油 我的发量较多 但轻轻按压两下 这样的量也涂够了 它的滋润效果很好 但是却完全不会有油腻感 吹风机是我很喜欢的博朗7系负离子吹风机 它有肤色和防损伤的功能 很适合染发和烫发的女生使用 由于吹风的同时 它还能够释放负离子 所以吹完的头发格外的顺滑柔亮 头发状况不好的时候 我还会使用护发喷雾 给头发做一层保湿的护理 这样头发就会更加的饱满有光泽 以上这些就是我日常的晚间护肤步骤 如果你有好的睡前护肤方法 或者护肤产品也可以留言分享给我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祝你好梦 晚安 祝你好梦 务签 我再次 咱们家南